我们火龙是一个三年做一次 爆炒火龙目前只有新加坡 香港 中国 只有我们新加坡这一间庙 独特有一条龙 觉得很敬畏 我的名字 郑副场庙的主席 放多一个椅子可以吧 高一点 火龙跟布龙有很大的差别 稻草火龙比较重 不过特别不同的就是它是有叉香 人手我们有百多人 因为有的要把那个火把 缝那个草香去 上颜色 总来秤到500克都有 我们的龙头只有23公斤 不过我们现在五龙头的通常都在60岁以上 它年纪大不要紧 它的力够 它是也沉下来不敢太多了 旁边有那个跟班 它看到它这样 它就快点两个人跑上来 当然龙头比较有经验 要摇还要跑 它走过庙的地方又激光三下 就是这个一个礼族 回来我们这边也是要打一个招呼 激光了我们出去 希望神明也保佑我们五这个龙 大家都平安 很久以前这边叫沙公 沙公是说这个地方全部是沙来的 我是1943年出世 住在庙的旁边 横排是八五一 鱼虾是那个屋 它们有养鱼养虾 它全部要卖了 不过有时候没有看到就去拿 盖住它用口吹吹吹 它会熟 我们就这样吃了 很新鲜吗 那种小孩子的外恋 现在我们都已经70多岁了 这个甘邦属于这个庙的 人家一来就知道了 这个以前是沙缸 如果真的移掉来讲 我们东西当然会散掉的 还留住这什么 没有意思了